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主在新的一年 第一个主日 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来敬拜祂 这是神所喜悦的 Amen 跟你哥必说 新年蒙恩蒙福 感谢主 看到上帝的大爱在我们的当中 刚才美平传道 在这里报告 那两个特别重要的聚会 那么除了那个 在下个月的 劳医生的聚餐步道 鼓励王部的弟兄和姐妹 你家中有这些年长的 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都买票去邀请他们 那个退休会 我相信大家都曾经有参加过 林彼得牧师在退休会的分享 那下个礼拜 其实他也邀请我到他的教会 去分享 那么你还记得我们在 两年前 两年前呢 我们为着他们的教会 的这个建堂呢 来做奉献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 我们跟他们的关系 都是家人的关系 因为他们也 也非常的 恩待我们 我们一起的来领受上帝 在退休会所要给我们的祝福 Amen 感谢主 那么在新的一年呢 那么我要在这里先跟弟兄姐妹来做一些的报告 关于去年上帝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透过各种的传福音的聚会 和个人的步道 那么上帝 成就了什么的大事 那么我想 第一个跟大家要报告的就是 在2018年 中文部 当我们提到中文部的时候呢 就是包括华文堂 广福堂 生命之光 还有天国儿童 因为他们都是上帝所爱的 上帝要施恩给他们 所以在这 去年 我们感谢主呢 我们总共邀请到 605位新人来到我们当中 好不好 把掌声荣耀归给上帝 而这些新人呢 我们看到上帝也把救恩 领到260位的人的身上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这就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 我们每一天要找机会 去接触一些新的朋友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那么能够把福音传给他 或者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特别是我们的步道会 所以感恩 在2018年呢 神把这个救恩 领到这260位 然后另外一个报告是 关于我们中文部去年呢 有多少人受洗 归入主的名下呢 非常感恩 总共有52位呢 信了主之后 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来吧 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很快的信耶稣 但是呢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开始 那么我们的第二步呢 就是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所以从去年开始呢 我就决定说 我们每一个月都要有洗礼的主日 所以在这个月份呢 1月份呢 27号已经有两位弟兄姐妹 报名要受洗 所以在我们当中 你已经信了耶稣 你还没有受洗的呢 我鼓励你 今天会后呢 到服务台去拿两张这个表格 填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预备你在这个月的27号 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阿们 阿们 那小组的组长你也注意一下 今天在小组的时候也问一下 哪一些的组员还没有受洗的呢 也鼓励他快快的报名 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那么2018年 我们也感恩 受了洗之后呢 弟兄和姐妹 就要受监诊礼 那去年我们 总共有36位 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呢 也受监诊归入主的名下 来把荣耀掌声归给我们上帝 为主耶稣基督的新意是要我们栽培更多的门徒 所以我们要帮助这些刚信主的弟兄和姐妹 他们不但受洗 他们也要归入神的大家庭 他的教会受装备 那么一起的来侍奉上帝 那么 总括的我们在2018年 中文堂的总人数呢 我们感恩已经 1092位 感谢耶稣 我们救主堂皇部 中文部呢 是一个千人的教会 够不够啊 够不够啊 不够啊 比起我们外面 还有五百多万的人 还没有信耶稣 所以这个一千多人呢 还要继续的 我们求主呢 给我们这样的看见 让我们这1092位 不管他是儿童 或者是青少年 或者是年长的 我们都要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 把这个福音管传 因为圣经说 一人信主 全家必得救 阿们 所以问一下你隔壁 你全家已经得救了没有 问一问嘛 全家已经得救了没有 还没有的话呢 就是你有这个机会 在2019年呢 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 邀请他们参加 任何的布道会也好 或者是你跟他做 十二祝福的传福音 所以我们感谢主 这就是上帝在2018年 所加给我们得救人数 那么另外一个报告呢 就是我们中文部呢 以年龄来分配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救助堂中文部 66岁以上的人数是最多的 总共有593位 然后昨天我在广福聚会的时候 大部分的593位 跟201位 就是56岁到65岁呢 都在广福的广福堂比较多 然后在华文堂呢 我相信这里有没有你是66岁以上的弟兄 我相信你举个手一下 我看一下有 也有好多 那么你可以从这个数字里面看到说 以男女来分的时候呢 姐妹你是一倍的人数 所以我们的弟兄要加油 不是说姐妹不重要 我们都要把家中你的丈夫 你的父亲 你的爷爷 都带来信耶稣 阿们 所以这个是以年龄来分 那么我要告诉你的是 去年这个 我们称为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呢 他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年龄呢 以新的分化的标准来称呼他们 所以我读到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 哇 我又年轻了 因为我是63岁 所以63岁过去 如果没有这个报告 我是属于老人的 但是呢 世界卫生组织呢 他们是有权威的 他们把18岁到65岁呢 称为青年人 这里有多少是青年人的 举手一下 青年人的 以这个标准 哇 感谢主 知名传道 我们 LOL也可以 欢迎他们的 你们都是青年人 那么中年人是66岁到79岁 所以一起说 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 感谢主 然后这里有没有100岁以上的 100岁的 你是长寿老人 那老年人 80岁到99岁的 相信这里也有 好多有 80岁以上的 举个手一下 80岁以上的 有 卖弟兄 那里也有 好 你们是少数民族了 现在 感谢主 所以我 非常感恩 在每一次我参加这个 生日 聚会的时候呢 我都很喜欢唱 这首 人生之歌 那么这首歌 提醒我们 不管你今天 你的年纪有多大 不要担心你 几岁了 最重要的 今天你 有没有准备好 再见主面的那一天 你是回到天家 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好不好 我们来唱这首歌 人生之歌 这首 写这首歌的 他说人生70岁才开始 所以你如果还没有70岁的话 要准备了 好 我们一起 站起来 我们来唱 我们的诗情到哪里去 还没有放工 诗情 刚刚开始 他们准备了 我们来读这个歌词一下 好不好 人生70岁才开始 80不稀奇 活到90真福气 100笑咪咪 60还是老小弟 50是阴海 40睡在摇篮里 30刚出世 人生虽会到百年 总是会离去 耶稣救恩 拯救你 快来相信他 他要给你好福气 永生等待你 天家安乐 真欢喜 永远不逝去 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来 你没有那个谱 没有谱我就自己唱了 人生七十才开始 八十不稀奇 我到九十真福气 一百小米米 六十还是老小弟 五十是阴海 四十岁在摇篮里 哎呀三十刚出世 人生虽会到百年 总是会离去 耶稣救恩 拯救你 快来相信他 他要给你好福气 永生等待你 永生等待你 天家快乐 真欢喜 永远不逝去 人生虽会到百年 总是会离去 耶稣救恩 耶稣救恩 拯救你 快来相信他 他要给你好福气 永生等待你 天家安乐 又欢迎 永远不逝去 天家安乐 真欢喜 永远不逝去 天家安乐 真欢喜 永远不逝去 阿们 我想问一下 在这里有多少人 你知道当你离世的时候 你是回到父的天家的 举手一下 举手不要放 我要看一下 有谁还没有这个福气的 你帮我看一下 因为这首歌告诉我们 不管你今天的年龄有多大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 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已经拿到天堂的 passport了没有 那么你可能会问 牧师怎么拿到天堂的passport呢 这首诗歌说只有借着耶稣 耶稣也自己说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就不能够到父那里去 所以今天你来对的地方 如果你不是那位举手的呢 今天我们把这个祝福要带给你 这个好消息带给你 因为天家在等着 那些相信耶稣的人 阿们 好不好 要不要 要 感谢主 来把掌声归给上帝 刚才我听到很多说要 那么你已经举手了 对了 你很肯定你要的 不能够放弃 但是呢 我想要问一下 有没有人 你还没有真正 拿到这个天堂的passport 而今天你知道 耶稣为你和我预备 天家等着我们 是好的无比 那么你既然来了 也许是你的朋友邀请你来 也许是你自己走进来的 我不知道 但是神知道 他要把在新年最好的一个消息 和祝福要送给你 今天你愿不愿意 像这首诗歌说 快来相信他 快来相信他 因为这个祝福 是给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闭上眼睛 在我们当中有新来的朋友 你还没有信他的 我鼓励你今天 我们这里很多已经信了耶稣 我们都是家人 我们也欢迎你 来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 来信靠耶稣 让耶稣赦免你一切的罪 赐给你永生的生命 所以你愿意来信他 来接受他 你只要把你的手举起来 我为你祷告 为你祝福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甚至包括福生的家人 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 我们将来在天堂 还要看到我们的弟兄 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 你要快快来信耶稣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今天你说牧师我要 你为我祝福 你为我祝福 有没有今天这样的朋友 在我们当中 快快来信耶稣 举个手 我为你祝福 你不用出来 你只要举个手 我看到就可以了 感谢主 还有吗 有一位了 还有吗 今天你来的就是你 真的很福气 因为耶稣很爱你 还有吗 这边的有没有 感谢主 两位了感谢主 很好 好 这两位呢 你在你的座位上 跟弟兄姐妹 跟着我这样的开口来祷告 我们 跟着我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的大爱 让我有生命 让我今天 知道你要给我 永恒的生命 有天家的盼望 主耶稣 我邀请你 现在 住在我心中 赦免我 一切的罪 赐给我 永生的生命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上帝 我就是你的孩子 耶稣就是我的救主 救主堂就是我的教会 我叫的感谢 和祷告 奉耶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谢谢耶稣 如果刚才你是第一次跟着我这样的祷告 会后 我邀请你来找我 那么我要认识你 那么我们也要 在下个星期送给你这个重生的证书 所以刚才有两位举手 信了耶稣 那么可能有其他的 你有跟着我这样的祷告的呢 是第一次的 会后你来见我一下 好 请坐 感谢主 上帝的恩典很大 那么 那么今年上帝也让我们救主堂有一个新的主题 那么在你的周报你看到我们从新年我们设计的一个非常漂亮一个新的封面提醒我们上帝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新的主题叫做什么 再加强慈悲 来 再讲十次 福音祝福年 福音祝福年 阿们 阿们 那么这个新的主题 福音祝福年 你看到几个福在里面 两个福 那么这两个福呢 我也称它为 上帝要带领我们进入双福人生 一起说双福人生 再来一遍 我旁的弟兄姐妹 上帝带领我们进入这新的一年 昨天 我们属耶稟 我们是属耶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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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活在这个地上 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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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五节 在你的周报也有这个的经文 特别在十五节 耶稣说什么呢 祂说你要 祂说你们王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个是耶稣基督 祂对门徒说的 你们王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耶稣基督 只给门徒 这个使命 在他 回去天父那里之前 他命令他的门徒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是在两千年前 耶稣基督命令他的门徒 耶稣没有第二个计划 耶稣只有一个计划 就是要透过你和我 要把这个好消息 这个信耶稣得永生 这个好消息 继续的传开 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他在世的时候 他也就是到处去传良福音 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十七节 跟二十三节 我们看到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 他说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到来 说天国进了 你们应当悔改 要进天国 我们应当悔改 从那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耶稣受魔鬼试探之后 他得胜了 他开始到处就去传道 传天国进了的道 传要我们悔改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在世的时候 二十三节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 的病症 所以在同样一章的经文里面呢 就两次我们看到 圣经记载 耶稣在忙 做什么呢 他到处传福音 医病赶鬼的工作 耶稣基督 他随走随传 甚至当他被 吊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也没有放弃那个机会 你还记得 在他旁边有两个强盗 也吊在十字架上 而其中一个 耶稣也把这个福音传给他 这个人 像耶稣说 当你 在 父那里的时候 纪念我这个 罪人 所以弟兄和姐妹 你看到天父的心意 透过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而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他仍然的 向罪人 来做进证 来传主的福音 留下 这个美好的榜样 要我们 基督徒呢 要过一个 传福音的人生 阿们 阿们 因为耶稣是为 福音而生 耶稣也是 为福音而活 耶稣也是为 这个福音而死 耶稣也是为福音而复活 耶稣也是为福音 他会再来 再来把我们带到 父那里去 是他所应许的 耶稣基督 要你和我 过一个传福音的人生 因为他要透过你和我 把上帝的好消息传开 在马太福音的 第四章的 十八 十九节 耶稣基督的心意 他呼召了 这一批的遗夫 十八节到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来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两人 就是那称夫彼得的西门 和他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 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 得人 如得鱼一样 所以耶稣基督不是 只是在散步 在海边 旅行 他在行走的时候 他就呼召了 两个人 彼得 还有安德烈 要他们来跟 从耶稣 因为耶稣要 叫他们 成为 得人 如得鱼的人 阿们 阿们 所以耶稣基督 今天 也是同样的 要呼召我们 来跟从他 我们 要很清楚地 从这里 知道说 很多人都 都在职场工作 都在外面工作 不是每个人 耶稣会 呼召你 进到教会 来做全职的同工 但是呢 我们的 本业 我们的主要的 使命呢 无论神把你放在哪里 你就是要把 这个好消息 传开 要把福音传开 要得人 如得鱼 这个是 主耶稣基督的 目的 所以你 在职场的工作 上帝 让你开一间公司 那么你不是 单单在这个公司 做老板而已 让你在这间公司里面 你能够活出 基督的样式 能够把你的福音 传给你的职员 所以你要知道 你在这间公司 你是老板 但是在你上面 还有一个更大的老板 他的名字叫什么 耶稣 传福音是你的本业 你做这间公司的老板 是你的副业 上帝让你能够 成为这间公司老板 是要你在这间公司 把福音传给你 你下面的职员 或者你是 某一间公司的职员 你在那间公司 你可能是做 业务经理 或者是一个书记 或者是一个打扫的 那个工作不是你的本业 你真正的本业 是来跟从耶稣 把福音传给你的同事 阿们 听得懂吗 所以你和我要 从耶稣基督 这里对他的门徒说 你来跟从我 你会问 我来跟从耶稣 来做什么 耶稣要你过一个 传福音的人生 阿们 他们没有对耶稣说 哪里可能 他们也没有给自己 结果说 我没有学问 我没有读过神学 我年纪这么大了 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那里 耶稣要他的门徒 往普天下 去传福音 当时门徒 也没有 问耶稣 哪里可能 往普天下 当时两千年前 都没有飞机 也没有汽车 如何往普天下去 感谢主门徒 领受 耶稣的呼召 他们 愿意来回应 耶稣的呼召 我们看见 他们 这些门徒 怎么样的回应呢 在 马太福音第四章 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耶稣要 安德烈 跟西门 彼得呢 得人有得欲 我们看见 他们的回应是什么 二十节说 他们就立刻 舍了网 跟从了他 跟从了他 从那里往前走 又看见弟兄 二人 就是西比泰的儿子 雅各和他兄弟 约翰 同他们的父亲 西比泰 在船上 补往 耶稣就呼召他们 他们 立刻舍了船 别的父亲 跟从了 耶稣 最重要的 两个字 就是 立刻 他们也没有再 多问 耶稣 为什么 耶稣 呼召他们 的时候呢 他们的回应 就是 立刻的 放下一切 来跟从耶稣 去做一个 得人 如得语 传福音的人 在马可福音 十六章 的十九节 我们刚才读了 十五节 那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来 主耶稣 和他们说完的话 后来 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耶稣 升天 之前 和门徒 说什么呢 就是在 马可福音的 十六章 十五节 我们刚才读过 耶稣 命令他们 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 给万民 我们看到 他们知道 这是耶稣基督 所给他们的使命 你会不会觉得 耶稣好像很啰嗦 刚才在 马太福音 第四章 他已经 吩咐 或者命令 他的门徒 要去传福音 那么到十六章 的时候呢 耶稣又在 提醒他们 马太福音 第十章 我们读到 耶稣 拆这十二个人 吩咐他们说 谁走 谁传 说天国尽了 马太福音 第四章 他呼召了 一般的门徒 来跟随耶稣 去得人 辅得语 在第十章的时候 又在拆派这十二个人呢 要他们呢 随走 随船 像他一样的 说天国尽了 那在马太福音的 二十四章 十四节 当门徒问他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 末日会来到 耶稣 更关注的是 当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完民 做见证 然后末期 才来到 耶稣 很清楚地知道 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 而且呢 他要他的门徒呢 最需他所做的 而他告诉门徒说 当 这个天国的福音 传遍了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他才 会再回来 所以到今天 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 末日还没有到 你和我 有这个责任 要快快地把 这个福音呢 传到 普天下去 末日才来到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耶稣的心意 要你和我 过一个 传福音的人生 把这个好消息传开 传到普天下去 那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我们知道这个 大使命 我们一起来读 来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 说 天上 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 你们要去 十万名做 我的门徒 奉父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耶稣亲口地 告诉他的门徒说 天上 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给了他 所以他把这个权柄 也给了他的门徒 做什么呢 我们读到十九节 耶稣给他们这个权柄 要做传福音的门徒 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我们一直在谈 要做主的门徒 但是很多的主的门徒 他们做了很多东西 就是不 去传福音 这样的门徒 不是神的心意 因为耶稣基督 在升天之前 祂已经说了 祂得到这些的权柄 是要 让你和我 能够成为 一个传福音的门徒 今天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有的你是来自别的教会 你还在找教会 我欢迎你加入 救主堂 如果你还在找教会 我给你一个帮助就是 如果这个教会 不是帮助你 训练你 做一个传福音的门徒 你就不要浪费时间去 因为耶稣基督的心意 从马太福音第四章 一直到现在二十八章 耶稣一直在强调 你和我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门徒 而如果这个教会 不带你去传福音 不教你去传福音的话 那么 你就 白活一场了 那有的 信的诅咒 他很想 要去读神学 我说都很好 要去哪一间神学院读呢 那如果这间神学院不是教你 怎么样传福音的话 那你就不要花时间去读 不要浪费你的钱 我今天才 在思考 我很勇敢的 成为主的出口告诉你 你可能在神学院 很会希腊文 希伯来文 又怎么样呢 如果你学的这些 没有帮助到你 很热心的去传福音的话 那你只不过是白活一场 耶稣基督 祂的大使命 很清楚的 告诉了我们 祂给我们的权柄 要去使万民 做祂的门徒 做什么门徒呢 就是要 把这个福音传开 做一个传福音的门徒 不要一直在等着 我要听更深的道 来干什么 如果这些更深的道 没有推动你出去 每一天 求主给你机会传福音的话 那你就白听了 所以今天 在新的一年 我要给你很重的一个提醒 我欢迎你 加入这个救主堂 因为这个救主堂 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使命 我们要建立一个传福音的MRT教会 Amen 哈喽 Amen 因为这是主 所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 再做那些不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当神把 很多的人带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有没有把 这个好消息 来跟他分享 耶稣基督 领受了 天上 地下 所谓的权柄 要赐给你 和我去传福音 还不够 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第八节 他要门徒等候在耶路撒冷 做什么呢 他说 要等候圣灵的充满 那圣灵的充满 将在 你的身上 要来做什么呢 第一章的 第八节 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来 但圣灵降临在 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 得着能力 并要在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基 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 他们 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身 有一朵云彩 把他借去 便看不见他了 所以耶稣基督 已经把最后 最重要 天父的心跳 告诉了门徒 他还要 把圣灵 拆派下来 降在 我们的身上 给我们能力 他知道给我们 权柄还不够 我们要打这场 属灵的征战 传福音 我们需要 圣灵的能力 好 让我们能够 从耶路撒冷 到地基 为主做见证 怎么样为主 做见证呢 这个 为主做见证 包括 你也愿意 为主 而殉道 你不但要 为主而活 去传主的福音 你也愿意 为主而死 为了福音的缘故 阿们 哈啰 阿们 因为耶稣就是 留下这个榜样 他为福音而生 为福音而活 为福音而死 他也为福音而复活 他也要为福音而再来 他的门徒 你和我也一样的 我们现在 神的灵 降在我们的身上 救度堂 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 那圣灵充满 降在你的身上 做什么呢 就是要你 无论到哪里 谁走 谁传的 把这个福音传开 为主做 那美好的福音 阿们 马可福音 十六章 二十节 这是 门徒 他们的 回应 当时耶稣基督把这个 传福音 给万民听的 这个 使命呢 门徒 他的回应什么呢 二十节 一起来读 来 门徒出去 到处宣传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水做 正实所传的道 阿们 耶稣说到做到 他也看到门徒呢 不多问 为什么 哪里可能 门徒呢 出去 就到处宣传福音 阿们 今天当我们出去的时候 你可以不可以像 初期教会的门徒一样 出去就到处 阿们 到处去传扬福音 明天有的要到学校去上课 到学校去上班 有的要到公司去做工 无论你去哪里 我们开始 要做耶稣真正传福音的门徒 顺服主的呼召 主如何以初期教会的门徒 同工 同在 他也会用神迹 其事来证实 我们所传的道 阿们 阿们 再来阿们 阿们到你把这个使命 领受在你的心中 化为行动 阿们 感谢主 2018年 我就带领弟兄姐妹 最少每个月一次 出去 做十二祝福的传福音 感谢主 你们都 去做了 也看到上帝 跟我们的同在 也 把福音传开 在 去年 我们用九个月的时间 到街上 去传福音 用十二祝福来传福音 我们祝福了 一千两百九十五位 阿们 来把掌声都归给上帝 这是你们的参与 你们 去做的 然后呢 有一千四百十一位 天的表格 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跟进他们 而在这 一千四百十一位当中呢 有一百八十三位 信了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这是主所喜悦的 所以有人问我 牧师啊 今年还要不要 穿上十二祝福的军装 然后呢 带着十二祝福的单张 这一次我们还要印 十二祝福的红包给你 神会给我们很多 这些的工具 我们要继续 刚才也唱了两首十二祝福的 祝福歌还有新年歌 新的主题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呢 因为神喜悦 你和我所做的 阿们 因为这就是祂 要我们去做的 然后我们在圣诞期间呢 有八场的小组圣诞的 在我家的布道会 那么这一次呢 有总共四百人出席 那么新人呢 有一百四十二位 那么信主呢 有三十五位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跟你哥必说 你做得很好 但是还不够 不要等到圣诞节才做 我们天天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开 那圣诞在我家 我们有的住一个楼下的地方 或者是condo的会议室 那么我们也有小组的 到了这个疗养宴去 那这一次疗养宴 信主的人数最多十四位 十四位信了耶稣 而十四位的当中 还有一位老人家呢 是一位八十九岁的 天国儿童的孩子呢 带领他信耶稣的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所有鼓励家长们 把你的孩子带到天国儿童去 天国儿童也是传福音的人 阿们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那么我们知道说 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所以在去年 2018年 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去传福音 不管我们出国去旅行也好 或者在本地 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位 你很喜欢吃榴莲的举手 你喜欢吃榴莲的 我看有多少粉丝在这里 其他的 不大喜欢 但是我告诉你 吃榴莲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 吃榴莲是最好传福音 因为现在的榴莲很多种类 从以前我们所知道的D24到现在有什么 什么黑 昂黑 还有收丹什么 但是吃来吃去 最好吃的是什么榴莲 那只猫 那只猫做王做到现在 那么越卖越贵 所以在吃榴莲的时候 我不懂那个榴莲季节过了没有 如果猫伤亡 那有的话 今晚上你就去吃榴莲 吃榴莲的时候就传福音 我们就是在吃榴莲的时候传福音 让这个卖榴莲的告诉我们说 我问他什么榴莲最好吃 他说猫伤亡 我说 真的 但是很贵 他说好多榴莲才会贵 好吃的榴莲 所以我说我知道 我听到很多人告诉我 吃猫伤亡是最好吃 我知道 但是这个 卖榴莲的说 你知道什么用 你不吃 你只是这边知道 我就是等他讲这句话 因为 我说我 跟人家传福音 他们都知道 信耶稣很好 但是他们说 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 就好像榴莲那样 都是一样 但是他说 你知道猫伤亡就不一样 我就说 今天你信了耶稣 一定不一样 阿们 所以你看到师母 她anytime 蛇祝福 就拿出来 跟她分享 那么就带领了 这个老板娘信耶稣 开圣灵下 为我的罪 丁死在十字架上 求你赦免我 一切的罪 我邀请你 进入我心中 做我个人的救主 赐给我 平安 喜乐 喜乐 永恒的生命 还永恒的生命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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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呀 那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你看到他 是喜乐还是忧伤 还比知道猫伤亡更喜乐 他的样子 我们把他拍下来 所以我们很感恩 谁走谁传 我们去买灯 我们也向老板娘 和老板娘传福音 那么去巴掌 他们去买衣服 也是传福音 给这些的职员 那么 公民传道 到这个家庭去 也带领 这个家庭的 这对夫妻 信了耶稣 传了福音 那么 叶利 他也把这个福音 传给这个女孩子 那么 军延 也是 他把这个福音 传给这个先生 那Alan 他在泰国的时候 他一面吃 也一面传福音的 那么 我在上个拜六 参加了 毕山他们的运动 每一天在毕山运动 的时候 也有机会 认识 这些的运动员 也跟他们 传福音 我们 就是借着这个机会 跟他们分享福音 不管他们 有没有信 我们福音 已经传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那当然 当中 有的 听到福音的时候 他们愿意信耶稣 就像这个 这个朋友一样 圣诞 一切的罪 我邀请你 邀请你 进入我军中 进入我军中 那个人的救命 你给我 你安 而永远的命 那是命 耶稣的命 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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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你听到背后有音乐 给你想到 上帝也要 拆拍一些人 到夜总会去 卡拉OK的听去 不管后面唱些什么 我们唱耶稣 阿们 让这些人 也来认识耶稣基督 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今年我们继续的 用蛇祝福去传福音 那么你每一天都要穿蛇祝福的 D-shirt 很好 你每个礼拜都要穿蛇祝福来 很好 不要我规定了 因为这个应该是你自己 成为你的生活的方式了 你活着就是要传主的福音 阿们 所以耶稣基督苦口薄心 我成为他的仆人 我也是要一直苦口薄心 那今年 52个礼拜 我讲道的时候 你也会听到我一直在这里 传福音 传福音 阿们 所以你不要听到腻 你要越听越hot 越听越有那个负担 要跟耶稣一样 把这个使命 传递下去 所以 今年的主题 我 说是个福音 祝福年 然后我们要领受这个双福的人生 第一个福就是传福音的人生 然后第二个 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的人生 一起说祝福人生 传福音很多时候 你要付上代价的 有的时候你要用祝福 恩赐的行动 你的福音才比较容易传出去的 所以我们不但要用口来传福音 我们要用爱心的行动去祝福 你看到有生病的人 我们在十二祝福里面 第一个就是为病人祝福祷告 这个就是一个祝福的行动 那么有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们办这个福音的晚宴也好 或者办一些福音的活动 我们都需要经费的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呼吁弟兄姐妹 大力的支持去买票 或者奉献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过一个祝福的人生 我们把最美的祝福 透过我们的金钱 透过我们的礼物去祝福人 让他们也领受上帝最美的祝福 阿们 所以在一月份 我们有主办一个团年饭的福音晚宴 那感谢主我们三十五座卖完了 来把掌声归给上帝 广福还有十多座 还有十多座 等着你去投资 去支持 上次我在这里 有说 我们来到教会 不要再一直说 教会可以为我做什么 我们要起来 做一个传福音的人 我们要问 牧师 我可以为教会做什么 我说一二三 你们问我 然后我才回答你 一二三 后面好像没有开声 再来一遍 一二三 谢谢你问 最少广福捞一生的那十多座 好不好 会后你把它包下来 包下来之后 我们可以拿这个票去邀请 在街上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 你叫他们买票是不可能的 只要我们买票去请他 他会来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 就是在那个27号的 我也就是这样做 就是你买票 你赞助 我们就可以去祝福 那些还不认识主的 因为你要请 没有信主的人来 你一定要免费的请他的 所以从今年开始 我们每天都可以找机会去祝福人 然后在祝福里面 你就能够把福音传给人了 所以我们不但要弟兄姐妹 抓紧这个机会参与 同时我也知道说 弟兄姐妹 每一年都收到很多的礼物 圣诞节刚过 你也收到很多的礼物 有时候交换礼物的时候 你拿到的 未必你喜欢 就蹲在家里面 我家也有很多 但是又不知道 丢掉又很浪费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 解决你的问题的方法 要不要 这个也帮助你能够开始去做祝福人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每次办这些特别的聚会 我们都有抽奖 抽奖的时候 我们有更多的礼物来 来抽的话 或者来送 不是很好 那些拿到这些礼物的 他们很开心 他们开心的时候 这福音就能够更容易的进去了 所以 从下个礼拜开始 如果你家里面 还有很多那些你不要的礼物 但是是新的 你不要的 你把它拿来教会 我们要 我们要把它包起来 以后什么抽奖 我们可以来送 那么像上个礼拜 他们有一个团契 来慰劳一些服事的人员 那么我们就请他们把一些礼物带来 所以我们那次的抽奖就好多人拿到礼物 那么师母就问我说 如果当天拿到六十份的礼物怎么办 因为我们请了六十个人 我说更好 你越多越好 六十个人来的话 我们有六十份的礼物 我们就每个人送一个了 就不用抽奖了 他们每个人都得奖 所以我们要让教会能够成这样 祝福满满的里面 我们可以去分享给更多的人 所以下个礼拜 你家中还有什么 你有手表 太多了 拿来 你的金 你的银也可以拿来 但是不要拿你的电视机太大太重的 不用 你的沙发也不用 那些我们可以包起来的就可以 我们一起 不能够靠一两个人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 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 去祝福人的一个教会 阿们 所以今天 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的主日 我们的中文部 就会收一个第二次的奉献 而这个第二次的奉献 我称它为什么奉献呢 我称它为福音祝福的奉献 因为我们收到的这个奉献 我们会去主办许多传福音的活动 一日游也好 或者一些聚餐的聚会 或者一些的讲座 我们用这个奉献来主办 然后去邀请他们免费的来参加 要收费的话 人家就不来了 所以 你可以参与的 有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时间 但是 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你可以赞助 那我们就能够去祝福 阿们 所以 我们 今天就要开始 做这样的一个回应 来奉献 来祝福 好让这个双福人生 是双胞胎来的 你要传福音 你要成为一个愿意去祝福的人 而最大的祝福就是法音传给他 但是你要先有实际的行动 明白吗 明白吗 那我们来唱这首歌 这首歌 是我去年改的一首歌 叫做 献上自己为祭 我们要建立 一个传福音的MRT的教会 我们需要圣灵的恩高和充满 而我们要带坐五星级的心态 那五星是哪 五星呢 还记得吗 去年我告诉你了 第一个星是什么星 跟我的名字有关系的 顺星 第二个星 热星 第三个星 同星 第四个星 爱星 第五个星 中星 这五个星 不管去年你拿了多少分 今年继续的加油 阿们 但我们每个人 每一颗星都是十分的 这个教会 不得了了 我们要看到 很多人因为 因为我们这里很多传福音的门徒都起来 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